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还要开除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代理总裁 顾佳欣 顾佳欣 顾佳 你要开除我 你有疑问 最近公司内部出现了特殊情况 有人在公司危机关头 出卖公司利益 勾结外部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总经理 宋雪 不会吧 顾佳 我需要你说这话的时候 考虑一下后果 在座的都知道 我宋雪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是兢兢业业的 要是今天落了你这口舌 恐怕不太公平吧 就是啊 宋总都已经是公司老员工了啊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对吧 你们要的证据在这儿 这里面是宋雪私下联系 自己收购公司负责员 试图促成APP收购的邮件往来 和通话记录 怎么可 啊 这 这 这怎么可做 真假的 真假的 你被开除了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金董的 就算宋总 做了什么对不起公司的事 你也不应该这样 两三句话 就算定罪了 就是 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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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嘉欣的决定 金董 嘉欣给我的证据 我已经全部核实 李商 给他们看 金董 被开除的人 无权继续参与林克的会议 你可以走了 我今天还要开除一个人 谁啊 这 就是我们的代理总裁 顾嘉欣 什么 顾嘉欣 你要开除 你有疑问 没有 我同意 那就行 我们三会 赶紧工作 行了 待会儿再聊 你以后的事 我不会管 什么 江源已经跟我说了 嗯 这个是嘉欣第一次参加比赛 获胜时合的录像 一开始 我跟您的想法一样 觉得赛车 又消遣时间 又很危险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是她生活中的高光点 只有在赛车的时候 她才是最自由 最快乐的 您是她母亲 您一定也希望她快乐 所以 今天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 她的梦想 给她一点空间 我们觉得好的 未必是她想要的 原来你们在医院聊的这个 我虽然是你妈妈 给了你生命 但是我没有决定你人生的权利 你喜欢赛车 你就去吧 人生难得 有自己喜欢的爱好 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 其实康哲的事情 我非常遗憾 我欠你一个道歉 也欠她一个感谢 让你追逐自己的梦想 算是我对你们的补偿 妈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太幼稚 太多误会 和任性 妈 对不起 别说煽情的话 甜言蜜语 留给跟女朋友说 以后我保护你们 赶紧工作吧 别浪费时间 工作